好 那中午的一时一刻 电竞王子玉堂仙你好 明俊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这个上涨的加速已经1000家了 而且里面有60几家是涨停板 所以今天护国神山 护国舰队 护国群都有所表现 对 没有错 像刚刚谈到的这个护国神山 就想当然台积电 鸿海 这些全职指标股 今天都有算有所发动 当然领长的我觉得还是看鸿海 那鸿海的一个起来之后 当然我觉得今天从上半场戏剧化的黑帆 第一个当然要先看到这个主攻带动的部队 当然我觉得两个 一个是航运 一个是面板 那航运我们过去追踪许久了 货柜航运 散装航运的运家上涨 过去就是人气主流 今天算是全面发动 那第二块来讲 我觉得今天更重要的可能来自于这个面板雏群 先从这个群创跟这个奇美台 整个算是泛鸿海集团的家族来看 陈美才 陈美才是很早就跟他斩丁 偏观版的一个部分 那群创是今天有法说 而且也传出来在整个第二季 面板的一个报价 不管是这个电竞用的 甚至是电视面板的一个部分 甚至到车用的 这个上涨的一个趋势啊 看起来是相当明确 所以在法说会前啊 看起来已经有一些买盘啊 先行做押保 所以说在整个这个算是泛鸿海集团的面板族群都起涨之后 当然不要忘了 我觉得友达集团的一个部分啊 当然是一步一须会跟进 虽然今天的友达涨幅啊 不仅群创 但是我们都知道两家面板股的走势过去跟双胞胎一样啊 就是走势几乎都是如出一策 所以我觉得群创今天的涨停公高 以友达来讲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点还是有机会上来 因为第一个在四月份苹果将推的这个新品啊 这个iPad啊 据说就要采用miniLED MacBook也是 甚至到这个手机端的部分 未来都陆续采用miniLED的产品 那据传啊 友达有机会拿下大部分的订单 所以我觉得在miniLED这一块来说是 未来台湾面板族群当中啊 成长性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这一块来讲 我觉得可以乐观去做期待 那当然刚刚聊到了这个友达上来之后 旗下的这个偏光板的部分 8215的民基材 看起来股价我觉得好像有点委屈一点 因为刚刚聊到的这个陈美财啊 股价公道涨停 而且技术面来看啊 是创下了一个近期的波段新高 越过了这个前一波12月份的高点 那以民基材来讲 我觉得比较委屈的原因在于是说 它今年元月初的高卷是33.15元 那以获利的数字来看 甚至成长性来讲啊 我觉得不仰不这个应该说是比 陈美财可能来得更好 因为它去年是赚了1.23元 陈美财大概就是省一两瓶小赚 那民基材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成长的幅度 年增五成算三年高的原因 除了来自于本来偏光板的一个报价 从去年开始上涨之后 来到今年 这个上涨的一个空间跟趋势啊 跟面板的一个报价 它会亦不亦去的往上垫高 所以本来的一个获利啊就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贡献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是说 民基材的一个产品线布局也算比较完整 除了刚刚聊到的天光板之外 在这个离电池用的隔离膜 打入了这个中日系的一个车场 那再加上医疗线产品的一个部分 整体来说它的一个营收占比 两个加起来已经来到五成 它就是它今天聊到的这种新材料事业的部分 在车用低材哦 都已经有不错的一个展获 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一个 获利的稳定度 甚至毛利率啊 这更明显的 我觉得是来得更好 所以刚好技术面 我觉得比较委屈的原因是说 刚好今天它的第一点是回撤机线 收了一根下引线的一个红K 那顺着整个面板族群哦 在目前来讲是市场的一个 多方聚焦的一个重心所在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以目前来讲 股价刚上上所有的一个均线架构之上 顺着整个面板的人气啊 我觉得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又汇集起来 所以我觉得从今天取创的法说涨停 我觉得后续还可以去观察到 像是友达 明基财 甚至像是凌聚财金 小尺寸面板的 金都全部动起来了 所以这块我觉得面板股来说 在目前来讲 可以视为多方的主流部队的其中之一环 跟这个航运啊 我觉得都是汇聚人气的一个重心所在 那另外刚刚谈到户国城上 当然就看台积电 因为刚好这个瑞萨上周 传出失火的效应之下 车用晶片的一个短缺啊 市场又开始紧张了 所以台积电我觉得来到这个位置 点季线 原则上我觉得应该是有手 只是刚好最近外资就不爱啦 那我们只能期待这个外资的一个操作 何时由卖转卖 但是我觉得对整个金元代工市场来说 都是正面加分的 举例来说像是2342的茂系 因为茂系来说过去在这个车用的 MOSFET领域的一个部分 从去年已经开始陆续切入到这些 一切的一个品牌车厂之后 目前来讲在今年的一个接单性上都不错 而且在车用领域的一个营收占比 以今年来看可以拉高到20%以上之多 所以对于它的一个获利啊 绝对是一个加分 那再加上整个6寸的一个金元代工 甚至到8寸的一个部分 都是全球都是处于一个 公补应求满载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以2342茂系来看 接单的一个部分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报价 来到今年啊 似乎还有在更进一步的调整空间 所以在去年来说 它缴出来这个1.42元的成绩啊 是由亏转盈 那对照这一波整个金元代工的一个族群的股价 当然去年零涨的台积电零点涨幅都非常的高 那贸系来说 技术面上我觉得刚好它也快整理了三个月 因为今年的大概是去年底啊 元月初啊 大概见到42.6的高点之后 你看你看贸系的日线图哦 几乎就是处在整个横盘的一个整理 最近是主于量收的整理 不过顺着刚刚谈到的逻辑哦 整个车用的一个金元代工的一个试矿哦 看起来都相当不错哦 所以对2342的贸系来说 我觉得在今年来讲哦 可以顺着去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试矿好转 延续到今年的一个获利啊 应该能够交出更好的一个成绩单 OK也非常谢谢玉堂先生跟我们进行电话连线